沙漠绿洲 大家可能跟我们一样 从一些好莱坞电影看过 或是从地理课本里面读过 在真正沙漠中的绿洲 似乎难以想象 我们在南美洲旅游的同时 发现这里有全世界最干的沙漠 阿卡塔玛德瑞 然后就在这个沙漠的边缘 发现了一个南美洲 唯一的自然绿洲 华卡奇纳 华卡奇纳这个绿洲位于在 就在首都里马以南大约300公里 也就是大约4到5个小时的车程 这个绿洲竟然还有100多位的居民 好奇的我们 这次就打算到秘鲁这个神秘的绿洲 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没车 所以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方式 就是做Peru当地的客运 反正他就一直逼逼逼 然后我跟他说什么 他就说OK 客运带我们到了沙漠旁边的城市 Ika 然后我们再改做计程车 直接再开进去华卡奇纳 从里马出发总共过了5个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南美洲唯一的绿洲 华卡奇纳 我们很漂亮 欢迎来到沙漠旁边的 OK坐了5个小时的巴士到这边呢 终于来到了华卡奇纳的沙漠了 真的就是沙漠的感觉 刚刚有偷偷看到那个沙漠了 你有沙漠了吗 我刚才看到有点水了 前面一堆人在沙丘上面走路耶 他们去哪里 Into the unknown 我们现在先check in 我们这边的这个 它叫做Eco Camp 往一边 Hola Is this ECO Camp? Eco Camp 放开气的 Yes 真的超透见的 这个view超帅的 我们这边的帐篷 背后就是一座沙漠 好啦睡帐篷啦 感觉这里白天很热晚上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 PARTY TOWN 沙漠中的PARTY TOWN 用紙 然后他给我这个东西 我想说问他这是什么 把帐篷锁起来 锁帐篷的一个LOT 好 这是我们帐篷各位 敲个门 有人回我就会害怕 WOW It's not bad 很明显呢 这里是没有冷气 没有暖气的 因为他给我们一个电风扎 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小帐篷 我们现在要去Sandboarding 应该会比滑雪累 但是应该比较没那么痛啦 你现在还有滑雪的意味吗? 我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 我们这也有滑过在其他国家 在置地的时候 他真的是不会痛 但是他很累的一点就是 你滑下去以后 要自己爬上去 他刚刚是说不用一直都爬 好像会有车来带我们 开上去之后我们再滑下 可是你前面这段路很长的 你看 好 好 开始践行咯 走了 很快10分钟了 应该有10公里的感觉 哈哈 这沙上超难走的 很难走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 应该算走到了 因为前面这一堆车 我们要坐前面的 这边的其中一台车 好酷喔这些车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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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太陡了吧 太陡了吧 OMG 這個B-Roll 這個B-Roll OK 各位 我們等一下呢 至少總之會拿下去 因為有陰影的關係 可能看不出來 到底有多寫 有陰影啦 以美國的Slow來講 它應該就是一個 Double Black的寫度 滑沙跟滑雪不一樣的就是 我們每次都要Wax 然後Wax完以後要用沙子 把這個Wax的部分用掉 把它用的可能更Consistent一點吧 Yeah 因為沙子會更吃它的Wax 其實有點緊張啦 好斜喔這個 你是斜門的斜嗎 你今天晚上吃土啊各位 真的 今天晚餐 這都是我們的晚餐 Let's go 很簡單 很簡單 好難喔 很難耶 我現在看到這邊好高喔 OK 我們的Guy超帥的 Molay Molay Smooth like butter 所以基本上我們沒划完一個坡 他們就會載我們到下一個坡 總共會有四五個 好好玩了吧 Waxing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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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哎呀呀呀呀呀 真的不簡單啊這個 我差點死掉了 個人覺得這個比Snowboarding難很多 喔我剛一路刷下來 一直廁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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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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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我們最後一滑之前 我們來看夕陽 真的超美的 沙漠沙美的夕陽 Let's go 很瘋狂 很漂亮 很難想像 很像在沙漠中看戲 這個字來自於 南美洲的原住民語言 根據比較主流的傳說說法 從前從前有一位很美麗的姑娘 在為了她死去的愛人哭泣 她哭了好幾天之後 這個湖就因為她的眼淚形成了 有一天 有一個戰士經過了這個湖 發現這位美麗的姑娘 這位姑娘因為害怕 躲進了這個湖下面 直到暫時離開 她只要離開的時候 發現她已經變成了一個美人女了 然後永遠離不開這個湖 這位一直哭泣的姑娘的名字 就是 Wakachina 好 好啦我們現在去吃飯 這裡晚上真的滿冷的 它的溫差很大 其實我們來的時候其實算滿熱 一Sunset之後就很冷 對然後這個綠洲真的很小 就是所有的店家就是環繞在湖的周圍 給大家看Google Map 很小 就這樣 看得到嗎 還是有很多餐廳跟一些Bars 因為這邊 主要的生意還是做Tourism 我們去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Review最高的餐廳 沒錯 Banana Hotel Lego 我想這種室外的這種很Chill的 蠻Chill的蠻冷的 等了大概20分鐘之後呢 就是越來越冷 快20了 又冷又餓 東西都已經上了 對然後我點的這個呢 是Peru最有名的Lomo Sartado 你知道Lomo什麼意思嗎 DXL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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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也真的好吃 它就是Steak Rice and Fries 好吃喔 好幸福喔 DXL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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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我跟大家講喔 那邊就是整個 綠洲的Lagoom本人了 不過這裡 我覺得比我想像的 還要Develop一點 Yeah Have Road 就是很棒的一個 公園的感覺 很舒服 可能是瓶子吧 其實觀光客也沒有很多 人有點少啊 就我想像了 它是整個 這邊還是沙漠 我想像 警察呢 你有在綠洲犯覽過嗎 好啦 所以你在其他地方有犯覽過 你們這個問題 這裡居然有警察在巡邏耶 因為他的治安好還是 不好呢 你知道這個湖下面都是什麼嗎 OMG 大家早 其實這個Tank裡面滿亮的啦 所以就很早就起了 然後 我們住這個EagleCamp呢 它有包早餐 Eric呢很明顯 比我還要早起 他現在已經在這邊用早餐了 感覺很爽一樣 你幫我點好了啦 你幫我點好了 跟Morning Sunshine 我跟你講喔 你走過來的時候 你一定沒看到後面的景多漂亮 真的喔 背面很壯觀啊 對我們昨天晚上太暗 你根本看不到 現在是早上吧 就是在太陽下面真的很熱 但是在陰影下還是涼涼的 還是涼涼的 很多人已經開始往沙漠裡面走 可能早上有些行程 等一下我們可能也會爬上去 從上面看一下的旅洲 應該是會更漂亮 先吃早餐 OK了各位 我們現在吃完早餐 想說出來運動一下 因為我們在這個沙漠嗎 肯定要爬一下沙漠了 所以我們要爬到這上面 你猜要爬多久啊 我覺得大概40分鐘 看起來其實沒有很高 它實際上很高 很高 我覺得大概25分鐘 我覺得你算時間都沒有很準 因為你都慢慢爬 直接這樣爬的話會太陡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過去 然後再過去 再斜的過去 上去看這個綠洲 應該會更漂亮 這樣可以給大家更棒的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 忘記戴帽子了 真的是有點熱 在沙漠中沒有戴帽子很危險 嘴部退半部的感覺 可以了 你可以做 你看我們快爬一半了嘛 才過六分鐘 真的沒有一半 我覺得三分之一 然後我現在不小心偷看到後面了 你不要一直 我先不要驚訝 我們到上面再驚訝 腿部退半部 現在這個時間 整個沙漠的沙漠已經是燙的了 所以我剛剛出發前 有人看到我穿涼鞋 我本來要穿涼鞋的 他說不行不行 穿涼鞋上去的話 你會死掉 有雙腳 會整個 燙傷 我就換了這個 登山鞋 這是淘寶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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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綠洲 他們開始人工的灌水進去 所以很多人也在說 Wakachina這個綠洲 可能在不久的未來 只有在歷史課本 跟Dewoo Man的影片才看得到了 你知道我越爬越重我的腳 就算我穿這種高領的喔 我裡面也是有沙 應該是比你少啦 它是高領是不是 所以你的腳踝就是你的脖子 大家要來爬任何沙漠地形的話 記得要穿鞋子 very hot 還好風是涼的 要是有帶帽子就好了 所以大家要來爬的話 記得喔 要帶帽子來 然後尤其上面要有Dewoo Man的LOGO 對對對 最好是帶我們的帽子 這樣爬其實更有力 那怎麼買這個帽子呢 然後這個帽子又長什麼樣子了 要不要看到最後 我們就會公布這個帽子長什麼樣子 昨天就是在沙漠兩個小時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是大家都還有沙 所以要是有帽子就好 對啊 那個沙就會被冒原擋住 我的汗都流到眼睛裡了 你知道用什麼方法不會把汗留在眼睛裡面嗎 我知道戴帽子就可以 戴帽子吧 一個拍電影的感覺 就只差一個帽子 就差一個帽子 到底要玩多久呢這兩個人 征服沙漠的感覺啊 yeah 征服沙漠了 那如果我們要做自己的旗子的話就更帥了 那如果有帽子的話就是 人家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嘛 其實 這個不適合沙漠 下山應該非常容易 下山很簡單 我們就滾下去就好 但是呢 因為有空拍的關係 我覺得就一個人背著下去 然後一個人滾下去 剪刀石頭布 這個人這麼慢我來追啦 搞不好就不麻煩你了啦 我其實是蠻想滾的啦 OMG我現在有點怕 這有點斜欸 很斜喔 快點 為什麼我覺得你在慢動作 為什麼走得比你快 好暈喔 好暈喔 這邊比較抖 你要滾過去這邊 你知道沙漠就比較不會燙嗎 如果有帽子的話 就比較不會燙 可惡沒有戴帽子 可惡 好了 牙齒前面就是這招艾好強喔 你看我口袋喔 哇 souvenir欸 在手裡 好啦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綠洲的La Goon 白天長什麼樣子啊 其實真的沒有很大啦 就是一個公園裡面的小湖的感覺 以前的傳說是說 它的這個水有healing的那種super power 哇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進去游一下 應該進去游一下 不過他們不知道是不是不想讓我們heal 這邊不能讓大家游泳 在這個La Goon上面 就是可以很浪漫的這樣滑船嗎 啊我們兩個都來了 當然就是要很浪漫的去滑啦 至少在上面感受一下 搞不好也有不一樣的healing的感覺 好了 多少錢 20 so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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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尷尬了笑了 15 so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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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嗎 State outside the cover 怎麼講 我知道喔 Saliere de tu zona de confort 欸好假的啊 是不是 不用幫我翻譯啊 我看得懂 OK I will have to pay a tourist tax 哦 跟大家補充一下 到這個La Goon 還有包括去後面的這個沙漠 要另外附一個3.6sauce的 算一個觀光客的水 不到一塊美金啊 7.2% 7.2% 7.2% 6.20 啊 好 io 這邊八方都是沙漠喔 好酷喔 欸 你有沒有聽到的視頻 有個少女在哭的聲音 好美喔 這邊 其實這個沙漠呢 現在已經變成比較度假觀光的 綠洲啦 那如果大家要來的話 可以體驗一些沙漠的運動 然後跟這邊有一些 餐廳 酒吧 很chill 也不要有太多行程 你就帶一本書來這邊曬在太陽 如果你們下次有機會來普魯 除了 Machu Picchu之外 還有這個地方可以看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地方 就要用義大利口語的感覺 Pachu Picchu Pachu Picchu 好啦 謝謝你們大家看到這邊 然後我們再過個幾秒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帽子了 對對對 要是有帽子就好了 See you in 5 seconds Oh my god Wagachina的沙漠真的是太熱了 要是有帽子就好了 真的真的 這次不跟大家賣關子了 現在直接來review 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自己的第一個周邊商品 第一次放進一夜配 We made it 這差不多說我們直接來做個很快的開箱 開箱當然要由我們的 蘋果包裝工程師來開箱 那你覺得這個箱子怎麼樣 我覺得不錯啊 打開 它其實裡面有一段話我就不讀了 第一個看到會是 WOW為什麼是一個帶子 每一頂帽子都會附一個 我們自己設計的帶子 哇要拿出來了是不是 很緊張喔 要亮相喔 1 2 3 我們的老帽 現在看到這個顏色呢 我們叫做拿鐵褐色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石墨灰 終於可以把我這個很醜的頭髮給蓋起來了 很開心 終於可以分享給大家了 而且我們這兩個顏色 我們自己覺得是蠻百搭的 我們兩個都蠻喜歡的 其實有很多巧思的 我們來一一介紹一下logo 就是我們新的頻道的logo 後面呢 就是寫的Dudu Man 大家知道我們logo的O裡面有個閃電嗎 然後這個閃電呢 裡面的顏色 兩頂帽子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是墨綠跟深藍呢 其實就是有follow我們很久的觀眾可能知道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綠色 那我最喜歡就藍色嘛 我現在穿的褲子就是深藍色 我以為你要穿內褲笑我一跳 另外一個巧思 它後面後扣 褐色它就會配一個比較銅色的後扣 V色的呢 就是配一個銀色的後扣 帽子裡面嘛 我們也有特別標了一個 我們很喜歡的slogan Don't dream it Just do to it 希望走在路上 看到其他戴這個Dudu Man帽子的Dolphins 可以就是彼此享用 然後分享跳脫舒適圈的故事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會隨機給我們親手簽名的簽名照 然後總共就是100張 你看到這個影片的同時 我們的帽子已經開賣了 開賣了各位 已經開賣了 希望已經賣完了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資訊欄 點我們的網站連結 你在台灣啊 馬來西亞 新加坡跟很多其他國家都買得到 我們的website其實也是精心設計 大家就算沒有想要買帽子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網路 去逛一下 觀賞一下 看一下我們那些漂亮的照片 第一次幫自己業配就這樣結束了 你覺得廠商滿意嗎 廠商喔 應該 我覺得要看那個後面的銷售量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是不是覺得很燙 一瞬間還好 但是我覺得要走20升樓上應該會 但是如果有帽子的話 腳就不會破皮 我們是不是下一次要出襪子 出襪子 那時候我穿襪子就好了 你真的坐在這邊坐一下 是蠻舒服的 但是有帽子就好了 但是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